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植天下》 由于扬为您播讲 灾后极异 尤其是夏日洪水后的极异 以利己最多 然后就是伤寒 再来就是瘧己 所以按照朝廷颁发的新版 灾伤应对手册 开封府颁布了条令 命各方严查有相应症状的病人 一旦发现及时上报 并将病人送到对应的医馆中 最后统一运送出城 但皇上还是肃荣强调道 疫症上一定要小心 一旦有苗头 立刻送去医院 本府知道病人家属都担心病人 你要好生解释 安抚好人心 莫要生乱 他不仅是对钱瑞说 也是对都所犹在说 一众相利头点的一般整齐 大夫放心 小人等一定会用心做的 皇上神色依旧严肃 以汴阳坊的现状 是开封城中 最容易爆发极异的地方之一 容不得有半点疏忽 如果说对突然而至的暴雨 都堂没有办法 只能硬撑着 那对灾后的瘟疫 都堂只有四个字 严防死守 皇上很清楚 要是他做不好 就是寒冈也难保住他 十几日的雨水 虽说只有开头几日是暴雨如注 之后的雨水是时段时序 连绵细密 就连让多唐忧心重重的洪水 也在这半个月的时间里 全部离开了开封府界 而开封府 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 非是防洪抗烙 非是灾后重建 正是防病防疫 暴雨来了 会垮塌的只有年久失修的污设 影响到的也只有进出京城的旅客 洪水来了 也淹不到开封府高处的地方 归根到底 也只会有不多的一部分 东京市民会受到影响 但瘟疫不同 东京三重城环内 不计军级 共计49万在籍人口 5万以上的流动人口 这又是一个新生词汇 而且这流动人口 皇上都不敢肯定只有5万 就是听到下面爆出10万 他也不会惊讶 而整个开封府界 官民世数 共计150万有余 这是在籍的主客户 不在籍的还要再添20万 另外京级驻军 上至班值 下至乡军 一经22线 兵力总计 13万有余 并入亲属 足有50万 这还没算未入吉部的幼子 借用保斥局的众斗数目 开封府界内 7岁以下的孩童 当有百万 也就是说 皇上治下 人口至少300万 已经多到了 让皇上心惊胆战的地步 一旦瘟疫爆发 300余万人口 没有哪一家 能说可以安保无恙 就像这一座遍阳坊 700多户人家 三四千牲口 都集中在一座礼房里 比起内城那种 三五巨市 战绩一座礼房 人口稠密 十数倍 卫生环境更没法比 洪水过后 最只容易滋生疾病 尤其是烈性传染病 一个人得病 当天就能传染给十人 第二天就是一百人 第三天一千人 第四天还没过去 全都得病了 盯着一众相利 皇上再三叮嘱 甚至微笑 防疫必急 是重中之重 万万不得疏忽 一旦有事 本府不免督唐责难 尔等亦难逃罪责 都所游及其下属 皆悚然领命 乾锐的黑脸 甚至都白了 见着一杆相利 如雷鲸的蛤蟆 皇上又把口气 缓和了下来 如果尔等 拆尸般的妥铁 本府亦绝不令赏赐 府中每年 转官立员 总有五六人 有年子高者 有德望龙者 亦有公积 助于同列之辈 若是尔等 当真能立下功绩 本府又如何 会吝惜亦令轻律呢 一个巴掌一颗糖 对于普通的立员 或是底层军官来说 得入流品的官身 可是梦寐以求的好事 但那就跟天上的月亮一般 渴望而不可及 但当真有机会 能得到一个官身 为此而心动的 绝非只有都所游一人 比起刚才因畏惧 而领命时的声音 现在应声的立员们的声音中 充满了热情 一硬一软的 揉搓过了半差的香吏 皇上又招过 遍阳坊的一众父老 二十多人 基本上都是五六十岁的老仓头 各个老太龙中 在皇上面前战战兢兢 而等莫怕 本府来此 是奉相公之命 体察仿中灾情 并督办灾后救助 皇上素知两位宰相 尤其是其中的一位 在民众中的地位 一开口就提到了 自家的顶头上司 顿时就见父老们脸上 优惧的神色少了不少 自来大灾之后需防大意 此事事关而等自家性命 万万不可疏忽 积水要尽快排干 淤泥也要尽快铲除 毁坏的炉舍 清理起来同样要尽快 这些都是异域滋生 极异的场所 阴湿的地方 要及时撒上石灰 可以消毒杀菌 一物床入 要在太阳下多曝晒 这与石灰有着同样的用处 朝廷新建颁布的四害 鼠淫文师 都是传播极异的害物 一旦发现要立刻灭杀 绝不能疏忽大意 饮食上也同样要注意 外面的粥棚里面 应该有锅炉 应该有提供热水 平日取水就和锅炉里的开水 免得误吃了不干不净的东西生病 如果有人生病 要及时禀报李正所游 不要拖延 以免耽误了性命 留在家里只能请来一两个游医 医生医工都请不到 外城的新生医院 可是有正牌子的汉黎医官 给人问诊治病的 极异防治的事 父老们只有点头的份 事关性命 听得确实用心 皇上向坊内看了看 此处地瓦逼湿 先清理干净 等秋后再来看如何改造 避免日后再积水受灾 本府至儿等家中无彩 修不了屋也租不了房 不过儿等勿忧 相公们前日下令 灾后开封城内多处 需要重建改造及需劳力 此时工钱不菲 两餐不缺 儿等可以前去报名 以补家用 开封府内已有便民贷 只要儿等集齐五户相互作宝 便可去往有私深贷 就眼下之急 难得遇上一个帮忙把生活身家都考虑清楚的官 尤其是听到了可以借便民贷 父老们是又惊又喜 借到了钱至少能撑过一个月了 有一个月的时间去工地上挣工钱 也能把还贷租房修房的钱给攒出来 要是没有利息低廉的便民贷 他们可就得积借利息要高出两倍三倍 甚至四倍五倍的高利贷 才能熬过眼前的难关 到时候被敲鼓伐随 说不定等到儿孙的时候都还还不清账呢 灾民们千恩万谢 皇上在安抚了几句后就吩咐道 走去看看周鹏 暴雨洪水过后 开封城内连饭也吃不起的灾民不在少数 朝廷为此就下播了一万弹粮食五千罐钱 用于短期内灾民的日常救济 作为开封府中灾情最重的几处 遍阳坊也得到了一批粮食 以及烟菜之类的配菜 好几日了 坊中居民的肚子 全都靠这批粮食熬出来的西周来维持 坊中绝大部分街巷的淤泥都没有清除掉 也只能在离坊外侧 稍稍干净点的地方设了周鹏 皇上老远就闻到了柴草味 和米汤味 走到近前才发现 粥棚中不仅仅有大桶的热粥 还有一具锅炉 时时冒着热气 里面正烧着热水 热粥正在锅中熬煮 看起来又浓又稠 插根筷子 估计能够立起来 皇上特意多看了一阵 方才回头从一群村民中招了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 问了几句有关姓名家世闲话 方才回到正题 这周跟前几天比如何呀 小孩子立刻就回到 回知府相公的话 前几天也是这么多这么愁 倒是凌厉 皇上摸了摸小孩子的头 带着几分发岔子的头皮 摸起来沙沙作响 五六岁的小孩子 问一句跟前几天比如何 就能立刻明白自己要问什么 该夸一句凌厉呢 还是说教得好呢 皇上还是那句话 别死人就行 想想回头又把乡丽们给找了来 遍阳坊这边的差事办得还算是不差 你们这些日子的功劳奔赴都记着 之后论功行赏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皇上再一次提点 几个利元千恩万谢 虽然论功行赏 只是皇上嘴上说说 但终究有一点点进步 不过 皇上脸色又是一变 特意拉长了声调 似乎强调了话题的转折 遍阳坊在灾中损失不少 接下来的百姓们的日子都不好过 两位相公责成本府 这件差事若办不好 前面的功劳也抵不了罪过 若是再有何事端出了人命 本府是绝不轻饶的 一通带着威胁性的嘱咐之后 见几个人呆若目击 全都忘了回话 皇上提声一鹤 中气十足 明白了没啊 一阵点头 皇上不耐烦的挥挥手 明白就下去吧 也别害怕 方才说了好好办事 自有你们的好处 乡历们谁也不敢怠慢 立刻退了下去 叫住了 驻屯在遍阳坊中的索游 钱瑞 其他人都远离了马车 钱瑞怀着坠坠不安的心情 在这里等候发落 皇上指着东面 东面的两辆车子 是什么时候到的 方才皇上过来的时候 就看见坊外停着两辆 与遍阳坊的贫穷截然不搭的马车 不像是走亲戚的 也不像是出来做好事的 回大府的话 今天一大早就来了 是什么人呢 钱瑞犹豫了一下 小人不敢说 皇上不耐烦 让你说就说 钱瑞向左右看看 低声道 都是穿着珠衣 小人就没敢多问 只知道是从穆钦宅那边来的 做什么 是来买地的 皇上的脸色先是微微一沉 随即就化为了 能几乎将人冻结的冷笑 雨还在下的时候 韩刚一系的官员 全都被加以警告 严禁发国难财 韩刚从不说违反者会怎么处罚 可谁都清楚 一旦被韩刚打入令侧之后 想要翻身 这辈子都难 皇上也听闻 张顿那边同样警告过了 张涵两方的势力 占了朝堂一半以上 两系重臣 各自亲朋好友无数 虽然时间还不长 可风声在都堂和义政中 倒是传遍了 至少短期内 义政之中 应当是没人胆敢公然地 从灾民身上剥皮 但宗室就不好管了 皇帝的话都不怎么听 都堂开出的禁令更不会听 看到赚钱的机会来了 赵家人就会向恶狗扑石 还是这么不知收敛 是个好机会呢 不过这个念头 在皇上的脑海中 也就停留了不到十秒 接见并安抚过 汴阳坊的居民 勉励过灾害救治的主管 下达了几个有关灾后症疾的准备 皇上就回到马车中 赶往新城外 安置传染病号的专业医院 去新生医院 刚才您听到的是 于阳为您播讲的长篇小说 《载之天下》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 请继续收听